在交通与经济都不发达的过去 人的饮食结构根本上取决于自然地理 即由当地所产的食材来决定 虽说在现在空间的挪移已经不算是个事了 但是这祖辈留下的口味却在代代延续中得以定型 辽河从盘井入海 这座看不见海的海滨小城有二十一条内河 辽河口湿地更是河流纵横朝沟遍布 在盘井的龙家院总是呈现出一幅奇妙的场景 镰刀与网具共存于窗下 包骨和鱼虾共选于乌墙 这就咬一碗能加一碗 这不都过去那景吗 这一点不在啥的 银工挖的 一小小挖出来 就刚整个小房的时候整个的心子 不用拉水去了 洗完之后 把就是底下水的鞋 绕阳湾是绕阳河汇入辽河之前的最后一个大拐弯 打鱼摸虾是生活在这里的男人们最爱干的事 张亚林说 自己已经在绕阳湾活了一辈子了 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着河转 因为地处严谨地中心 这口五年前打的水井 打出来的水依旧很咸 但是苑里的青菜已经适应了这里的土质 活得不错 我这种臭的那种花花去找他就找到你 我这儿去哪儿找你 刚才我一兜子还带那个 我就去刷一兜子都没 你全都吃得要的 一兜子没人去 今天中午一个的鱼 鱼头吃的 正宗的河边人从早上一睁眼就吃鱼 而且怎么吃也不够 张亚林的这些老伙计 也是他小时候的玩伴 小时候他们跟着父辈一起下河打鱼 不用特地学 看热闹的同时 就无意中将这打鱼的记忆印在了脑子里 在一年年的劳作中 又将对打鱼的热爱悄然融入血脉 无法剔除 网还是祖辈们用的挂网 河边小屋 是他们按照小时候的房屋样式盖的 每天打完鱼 他们就在这里聊天 收拾鱼网 上午捞上来什么鱼 中午就做点 就图吃个新鲜劲 这皮也从业去吧 大哥你皮要 我皮 我皮 我皮也没出过去 轮板干 对 你早前四个钟就得下河 你推完了鱼旁 你妈一推去都死了 所以啊 就是过去 大家上村上一坐 那我腰分腿疼着 不合计干点别的呗 找点清天活干一干呢 其实咱这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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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干嘛 糟了 这猪猪猪猪人才弄 ça 那人家是几倍的 你现在哪有汗子挣的 为啥呀 你俩都不干这玩意呢 现在 现在都没兴趣 就站着那就关着 你这苦吃挂了呗 你那啥啥管的 就是管的 咱们都一管就乐干这个 辛苦命 嗯 劳累命 那可不就劳累命 你待也待不了 就得干 张亚林是张家手在绕阳河边的 第五代大鱼人 他和他的祖辈 已经相隔了一个世纪 但依然延续着祖辈的生活方式 年复一年 他和他的老伙计们 是这条河上为数不多的大鱼人了 鱼好没好啊 好嘞 好嘞吃饭了 吃完饭干活了 你们天天中午多喝点啊 天天中午喝 哎呀 下腿不喝点不行 那咱上村上一坐呀 这腿不上这总整的 你说上哪身呢 全北高个带子 喝酒出现学训完 人得歪着弯着腿 两边拿着是那个村的 那交给团在那窝一下 哪也动不了 一坐就得三个小时 你们正在一起搭伙干活多长时间了 多年了 老伙伴了是不 对 干啥心里头有数 留到我们14年的 过前面 这些人这种不有理 哎呀 你们也都是这个 绕完河点儿的呗 对 背头跟鱼 小时候打鱼啊 我妈说不 好有辈子 哎 打没打够啊 嗯 越打就有缘 吃完饭 你要打不着就没缘了 那对 你越多热干活了 哎呀 那下河不是 我把鱼弄回来 那又得干 一没有 又得干 那是贵的 渔民们的餐桌上 最不能少的 就是鱼和酒了 靠河生活了几十年 虽辛苦 有抱怨 但是 一想起那满满的渔化 张亚林和老伙计们 还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吃完饭 张亚林带着老伙计们 做着下河前 最后的准备 现在 绕沿河边的打鱼人 还守着老规矩 用着老办法 他们凭借着经验 选好鱼窝 鱼窝 就是这个湾中 河鱼最为密集的河段 这边拿差不多三百米吧 三百米差不多 我给这个肉 给它拿鱼给哪里 那里先那 我先往里放上 三百米 这边三百米不够 给它拿四百米 鱼网 鱼网以蓝河的姿态挂起来 鱼民耐心地等待 一天后可以收获了 张亚林划着小皮筏子靠近鱼网 小心地将挂在上面的鱼摘下来 连鱼 岸上 岸上早有鱼贩子在等着 绕阳湾的野生鱼 是盘紧和鱼界的明星大腕 备受推崇 那两台大堆是三百米 有人说 有这些 只有140万 还有140万 他说自己的 我说你 哎 咋样 这不得行啊 除了野生鱼 在这片盐碱滩中 还有一样看起来不起眼 但生命力极其顽强的植物 碱棚草 这里的碱棚草 是盘井构成盘井红海滩 赤碱棚的叔伯兄弟 和赤碱棚一样 他们逐海而生 在所有植物都望而却步的 盐碱检字之地扎根 早上七点多钟 张大姐就出门了 这个季节 检棚草开始打子 慢慢地就不能吃了 她这次下地 想多采一点 给外地来的朋友们尝个新鲜 从小就吃了 从小就整完都吃 就整完都吃 几十年前 辽河水经常泛滥 绕阳河两岸反复被倒灌的海水淹没 土地变成了盐碱地 这里种啥都不找 唯一能吃的绿色青菜 就是这些碱棚草了 采完碱棚草 张大姐赶回家去做饭 今天有朋友们来绕阳河吃船餐 张亚林大爷已经把河鱼和河蟹送到厨房了 绕阳河的船餐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这些新鲜的食材了 二两的河蟹剪掉腿 只留蟹黄和蟹肉 打碎后用纱布筛掉碎渣 放进蒸锅里 六斤的河鱼去淋切断 爆锅放鱼 煎过的鱼土腥味少了 而且酒炖后还能保持形状的完整 农家的小公鸡斩成块 过油炒过之后再放入河蟹和泡好的黄豆 今天的主食是碱棚馒头 把碱棚用热水焯烫之后 迅速用凉水冷却 这样可以保持它翠绿的色泽 搏面把碱棚拌入面中 然后等待着发酵 两个小时之后 碱棚面团就发酵好了 李大姐熟练的揉搓摔打 定型后将它们摆在岸台上二次发酵 等它们变成原来的一个半大小的时候 就可以放进蒸锅里了 今天风不大 李大姐手脚麻利地 把做好的菜和碱棚馒头端到船上 绕阳河的船餐是这里渔猎文化的一个构成 船渐渐驶出码头 行驶不到五分钟 便觉眼前豁然开朗 我昨天吃饭都疯了 所以有没有旅游行在上面在屋里吃 但是有一份 一个都会打红扇 你这个都不用 自来一份 对 而且咱们环境特别好 当地人偶然发明的河蟹豆鸡 最新鲜的河鱼河蟹 甜干的简藤馒头 统统来自这辽河入海口 绕阳湾的尾墙 微凉的河风 交织在一起 真正的在辽河之上吃饭 别无分号 一百多年前 辽河多次改道 泛滥 河边人饱受水患之灾 沧海桑田 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被辽河冲击的平原 因为土地沉积厚度大 成为了辽宁水稻的主产区 在辽河中游的台安县 当地人更是因地质疑 守着辽河冲击的湿地 以及丰富的内核 养起了鸭河 现在台安县 已经是辽宁省著名的 家禽养殖大县 房维泉家里来客人了 他准备做当地最知名的一道菜 铁锅炖大鹅 市场上买的鹅 他都看不中 只有当地老陈家养的鹅 才入得了他的眼 都逮一个 来客人了 逮一个 挑 挑老点的 老点都上那儿啊 逮一个 拿这儿个钩子 这儿个钩子 多少年来的 这儿个钩子 这儿个钩子挺老 挺老 挺肥 与其他家禽不同 台安当地人吃鹅 最重要的标准 是要老 他们觉得 这样的鹅 有嚼头 程桂军 是当地的养鹅大户 现在养鹅已经成为了产业 有标准化的养殖方式 科学计算的出栏时间 以及饲料的配育 但是 他还是习惯用当地种的玉米 养一些老鹅 满足乡里乡亲的要求 大概在15年前 台安人吃够了鸡和鸭 就开始打着鹅的主意了 他觉得 台安铁锅炖大鹅 没啥做法上的诀窍 好吃的秘诀 就在这老鹅上 方维泉带着这只 两年生的老鹅回家了 烧水 烫毛 随后 把鹅拿到小院里劈开 如同熟练的袍丁 他摸着鹅周身的关节 顺着这些 最为脆弱的地方下刀 不用骨头 一把菜刀 就能把鹅 卸得大小适宜 虽然已经有了煤气灶 但是炖鹅还是老家伙事顺手 铁锅 柴火 老鹅 三者 缺一不可 趁着大伙的旺劲 倒入大鹅 热油提供的高费点 使得鹅肉表皮 迅速均匀地成熟 并且将汁水 锁在肉中 然后 加入热水炖煮 铁锅 使得鹅肉受热均匀 充分燃烧的柴火 能提供稳定的热源 蛋白质加热一定时间后 才能充分分解和释放氨基酸 这是鲜香的主要来源 也是鹅肉越炖越香的原因 防鱼犬要在出锅的时候 才加调味料 两个小时之后 大鹅炖好了 这口感略柴 味道鲜香的铁锅炖大鹅 顺着台安的码头 沿着辽河传遍辽宁 以至于现在一提到台安县 大家的第一反应 就是铁锅炖大鹅 与追求口感老而韧的炖鹅肉不同 有一种肉类 追求的是极致的鲜嫩 那就是原产地在日本的和牛 虽然入口即化这个词 已经被吐槽到不敢再用 但是真的很难找到一个 更加适合的词 来形容和牛的口感 这种入口即化的秘密 主要来自牛肉脂肪中 富含的溶点极低的油酸 铁板烧 可能是除了生吃之外 最适合烹饪和牛的方式了 牛肉的鲜香会迸发出 更加迷人的复合香气 汁香也会更加凸显出来 烹饪过程中加入的威士忌 更给这种复合的味道 增加了一丝迷人的酒香 这种顶级的食材 出产地就在辽和的上游 铁岭县 樊河镇 说话的这两个人 一个是日本和牛的重要产地 辅导农牧协会的会长 林牧先生 另一个说着一口流利东北化的 是来中国不到四年的 吉永俊南 他是这家牛厂的负责人 这些黑状的和牛 都是在林牧先生的指导下繁育的 每个月林牧都会飞到 这个与福岛纬度相同的小镇 事无巨细地指导着和牛的繁育 关于和牛的食物 林牧一直很头疼 从日本运输 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他试着让周边的农民 种一些他带来的水稻 没成想 这个靠近辽和的小镇 出产的稻米品质 居然和他的家乡一样 为了保证和牛品质 这里的牛 都是按照规律的时间 被投喂食物 辽河边的铁岭县 是知名的农业大县 玉米和水稻的品质 远近闻名 和网络传说的听音乐 享受按摩正相反 和牛最怕的 就是对牛弹琴的噪音 以及按摩 对他们日常规律生活的打扰 和牛们生活得很规律 并且最怕改变 所以一篮中的兄弟 都是自小一起长大的 吉永静男 甚至在林牧的建议下 要求养殖场 不许清除牛篮里的粪便 因为每换一次地面环境 和牛就会费尽力气 让自己身上的微生物 与地面的微生物结合 这样的能量消耗 是养和牛的大技 主要那头那标准来养 对 这头牛堪称和牛界的模特 方头 粗紧 脂肪含量高 腿短且粗 一头牛从小牛犊 长成一头合格的和牛 至少需要被圈养三年的时间 吉永对养殖场的 四百多头牛了如指掌 但是对他自己的父亲 他却不太理解 我的这个立场上 还是有冲突的是吧 嗯 应该是 为什么 就是你坚持的立场是什么 我坚持的立场 就是我想把牛咬好 品质应该是最重要的 嗯 那你父亲呢 我父亲 他的立场 也是能想到品质问题 但是 他的主要目的就是 还是经济效果吧 这个做职业啊 这个经济效益是很主要的 因为你没有经济效益 这个实际是不能生存下去的 吉永小郑出生在铁岭 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去了日本 他发现日本知名的和牛养殖基地 不论是气候还是物产 都跟他的家乡一样 他冒险把这个项目 带回了辽河岸边的繁河镇 一个养牛细致到矫情 一个为了实业的生存 追求经济效益 吉永父子在养牛之初 可没少打架 你们会因为这样的事怎么样 嗯 会的 基本上他会怎么说 然后你会怎么回他 基本上他就是 你要是再不杀牛的话 就没东西卖了 没东西卖的话 那还挣不了钱 我们养牛 牛第一嘛 牛维书 这样的情况下 虽然我们得满足客户 但是没有好的牛的话 也不会满足客户 他是不退让的 他从来不输我 我经常是我要输他 这是很正常 然后 说个眼睛服不服 现在 说心里话我得服他 为什么这牛肠他管得这么好 我得服人家 对不对 养殖场现在每周宰杀八头和牛 其中至少有一头 能达到A5级别 这样的比例 在和牛的原产地 日本都很少见 和牛的等级 是根据牛肉统体 第六与第七根肋骨间的 牛肉切片的肉质状况平定 脂肪含量越高 在肉中的分布越均匀 等级就越高 其中最高的等级 就是A5了 粉丝 就是A5了 它是简直的 这个 蜓势 这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